大家好我是江南 今天我们这又又又又下雨了 也说不清这是今年秋天下的第一场雨了 然后我们也因为这几场雨 就是改了很多计划 原来的计划都已经被这些鱼给打乱了 然后带大家看一看这些场雨 给我们这些农民带来了怎样的不便吧 还没喂牛 穿上靴子要不然出不去 现在还稀稀拉拉的下着雨 然后这是我们家前面的路 稍微挖一点的地方就已经这个样子 这么深的水 我们家地里积了很多水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们 给我们出了好多意见 对吧就是说你们这个地里可以修一个排水渠 对吧 然后可以把水引出去 或者说在地里挖的地方挖一个坑 然后做一个水泵往出抽水 这些东西我们也想过 但是现在这个降雨是普遍性大面积的 不只是我们家院子里在下雨 就是现在地面上所有就是有排水渠的地方 全部都已经满了 然后这个地下也已经不再往下渗水了 就是说这个地下水已经很足很足了 现在只要下一点雨 这个水就全积在地里 这是我们农村的包米地 就是我们村子里的玉米地 然后这个玉米地里面是这样的 朋友们 没法直视了 这个玉米地里的水 这个就是我们种的地里面的水 然后可以看到这些庄稼 可以看这些庄稼 这个水现在有就是磨角角那么深 像这个玉米就在水里泡着 也收不回来 然后这里面的玉米全部是这个样子 走进来看一眼 全部是这个样子 看见了吗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农民种了一年的玉米 大部分的地都是这个样子 一片狼藉 有些烟花的地瓜 这就是我们有多小小的地瓜 就像我们一样一样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家的地瓜 在哪一样的地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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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